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人 你冷 冷静 不好喝的 这忘川是什么鬼地方 此剑来了这里就失忆了 是啊 都死了 人是俱修却还恨着我 明明清醒得很 却偏偏说不记得我这个兄长 忘川地处三界之外 不入轮回 所以明氏若想选择自己模样与记忆 是可以的 姑是皇帝 是兄长 他是臣子 是弱帝 姑能要他生 能要他死 也能要他生死 皆不可忘 这忙我帮不上 帮忙 笑话 你身为望川使者 不就是要治理望川 守护历史长河中的真宝 姑不是来求你 治事便是治人 你若不能安抚望川明氏 如何治理望川 你什么意思 想那是 姑只想让子剑恢复记忆 想请使君为我寻回前世的一个物件 什么东西 洛神父手稿 洛神父是子剑与姑的心结 找到此物 应当能让子剑恢复记忆 找到了 你就能安心待在望川 让子剑恢复记忆 姑便安居此处 也算你在望川的正计一桩 好 真福您听过没有 也在咱们望川 他生前是曹丕的妻子 算起来是曹植的嫂子 听说真福跟曹丕的关系也不好 甚至说什么 死生不复相见 而且据说曹丕很讨厌 曹植 怎么还在意曹植记不记得他呢 凡人真麻烦 还是去找洛神父手稿吧 相传当年 曹植返回封地时 如今落水 大梦一场 在梦中与洛神相会 梦醒后 就坐下了洛神父 我们在这里等着就好了 别人守株待兔 主人守水待草芷 聪明 有人来了 先躲起来 天若惊鸿 宛若犹龙 帮扶兮若青云之碧月 飘摇兮若流风之回旋 怎么他在念洛神父 曹植此时还没有经过洛水 还没有写出洛神父 难道来错时间了 主人 那个女子好奇怪 小心 去看看 怎么回事 这是顾凯枝的洛神父徒 但顾凯枝是东晋人 再怎么出错 也不会有百年的误差呀 主人 刚刚那女子 不是凡人 能跑进画里的 怎么可能是凡人 像是 神 是神是妖 请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你们是什么人 我是冥剑望川使者 只是办事路过此处 无意跟你起争端 原来是望川使君 小神失疑了 小神以为又遇到了难缠的恶灵 你是谁 怎么会藏身在洛神复途中 小神乃是洛水之神 也就是世人常说的洛神 神女本该居于九重天之上 怎么说归宿在梵物之中 除了最初的祖神 能拥有无穷尽的生命 我们这些小神明 其实都是依靠 凡人的信仰活着的 一旦被凡人遗忘 便会湮灭 我本该在那年的洛水深处 被凡人遗忘殆尽 成为世间不会提及的过往 但幸好 我弥留的一柳神思 遇见了此剑 那天我神思渐远 突然听到了子剑的声音 飘摇夕若流风之回旋 那一刹那 天地清零 神明破碎 蝶眼穿花 万物皆倒映进我的某种 它是被抛弃的落魄王后 我 是被遗忘的神女 我们是彼此的救赎 与梦境 我知道了 你本来该被凡人遗忘 但因为曹植那篇落神赋 你重新被人们记得了 那这么说 曹植也算是你的再生父母了 这么说也未尝不可 但这么说的话 你是本来这存在的神 跟传言中的真福 并没有什么关系了 诗人如何描绘我 我便是什么模样 我与真福本没有关系 不过是诗人爱听宫为密文 偏信启宴流言 便把我描绘成了真福的模样 但 我宁愿自己是真的真福 至少 这样能与她近一些 既然神女 已经恢复神秘 那为何还在此徘徊 我在等她 等着与她的千百次相遇 是相遇 亦是相逢 等到她来世重林落水 我还会在这里 就像当初那样 曹植成了望穿名士 不会再进轮回了 神女不必在此浪费时间 我们此次来人世 是为了找到洛神父手稿 让她恢复记忆 她失忆了 对 她将满腔情绪 都写进了洛神父里 洛神父是她的执念 一定能唤醒她 不对 带我去见她 见到我 她一定能想起一切 神女 你不能进入望穿 况且 曹植已经和人世 割断了所有的联系 和生前遇到的你 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不会的 我不相信 我没有理由欺骗神女 望穿与人世的界限 不可逾越 不会的 原来神女哭起来 真是会下雨的 欺凌会不会生病啊 洛神既是神女 怎么也跟凡人一般 有七情六欲 这就是传说中的 神性里的人性吧 幸而望穿 没有这样麻烦的神 走 去为王宫看看 能否找到洛神父手稿 主 主人 你不要这么不解风情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rewing 像 бывOT 在阳 Tiger shock 终不 感谢观看